大家印象当中的金属都是什么样的呢? 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非常的坚硬,而且也是非常的结实,但是毕竟金属的种类还是非常的多,总有那么几个性质非常提特的。 其中水银就是一个例外,水银在常温常亚下就是液态的,甚至还会向外散发共争气,也很容易对人体造成损害。 但是喜欢作死的老外也经常拿着水银做一些实验,甚至还直接接触水银,隔着屏幕就感到非常的害怕。 其中还有一种金属看起来水银差不多,这种金属的溶点非常的低,把它放在手心里就会慢慢的融化,融化之后看起来和水银差不多,荧光闪闪的,也可以到处流动。 这种金属就是夹,把金属夹滴在一些金属上,慢慢的金属夹就会消失不见,而金属表面就会变得非常的粗糙,金属夹就会慢慢的把金属给溶解。 金属夹渗透到金属当中之后,金属最终就会变得非常的脆弱,轻轻一掰,金属就碎掉了,看起来就好像是用纸糊的一样。 虽然金属夹看起来和水银差不多,但是金属将在与物体接触之后会在表面留下痕迹,而水银却不会这样,而且金属夹也不会像水银那样危险。 就算是这样,大家也不要模仿这种行为啊,避免发生危险。